第一篇,你快乐吗?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 如果有人家里生了小宝宝 一般我们都会说恭喜恭喜可喜可贺 但是佛教认为人生苦多乐少 即使生也是一种苦 所以佛法教我们不要以苦为乐 要离苦得乐 对于生命中四种基本现象 生、老、病、死 佛教称之为四苦 其中老、病、死被视为苦 比较容易理解 但如果说生也是一种苦 大多数人可能就很难理解了 几乎每个人对于刚出生时的情形 都已不负记忆 婴儿出生时究竟觉得苦还是乐 谁也不晓得 但是我们可以推想 婴儿的皮肤非常细嫩光滑 第一次离开母体 乍然接触外界的空气时 感觉一定很不舒服 很难过 环境骤然的改变 让婴儿出生时 嚎啕大哭 可是却又非得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可 对母亲而言 生产恐怕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很多妇女对于生产时受的痛苦 即使用痛不欲生四个字 都还不足以形容 所以古人才会把生日称为母难日 但是小孩出生后 痛苦解除了 母亲又会觉得很安慰 很快乐 就像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爬上山峰 再也不需要往上爬时 就会觉得欣喜若狂 其实这只是苦难 压迫感解除后 所产生的快乐感受 是苦之后的结果 并不是另外有新的快乐产生 可见生是一件苦事 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出生是苦 在人的一生当中 真正的快乐也没多少 一般人感受到的快乐 都是因为满足了五欲 眼、耳、鼻、舌、身 而得来的欲乐 例如 眼睛看到美景 耳朵听到乐音 鼻子闻到香味 嘴巴尝到美食 身体有柔软细滑的触感 还有和别人谈话 谈得很投机 或是获得一项新的成就 发现一窗新的事实 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等等 这些属于心理层面的赏心乐事 也都属于欲乐 欲乐的乐都包含着苦在其中 是乐中带苦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 却对这样的事实 毫无所知 例如 一个稀释罕见 美若天仙的美人 出现在你的眼前 因为很难得见到 所以你会很欣赏他 一见到他 就觉得很快乐 但是 如果天天让你见到美丽的东西 或是让帅哥美女 天天在你面前出现 让你看个够 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短暂的接触 虽然令人觉得目眩神迷 接触次数多了以后 快乐便荡然无存 凡是欲乐 都是暂时无常的 很快就会过去 感觉上很真实 其实很虚幻 而虚幻的感受 本身就是一种苦 因此 五欲之乐 仍在痛苦之中 说穿了 这种快乐 只是一种和苦 相对的感受 这样看来 生而为人 好像没有什么 值得快乐的事 其实也不尽然 因为还有一种乐 叫做定乐 也就是禅定的快乐 比欲乐更胜一筹 快乐的感受 也更强烈一些 因为在禅定中 已经摆脱了身心的限制 特别是身体的负担和病痛 都会消失不见 不再有沉重的感觉 这时候心里会产生一种满足感 而且这种 无事一身轻的感受 是非常快乐的 只是出定以后 因为身体还在 所以因身体而有的种种负担 依然存在 因此 定乐也不可能长久维持 最究竟的快乐是 解脱之乐 透过修行 得到解脱之后 不再有任何困扰 及烦恼 心理上 不再有任何负担 这时候 才是真正 绝对的快乐 也才是 真正值得 我们追求的快乐 感谢观看